新冠病毒疫情造成全球藝文表演活動 大量受限停擺 澳洲的雪梨歌劇院 從今年三月起 足足閉門了七個月 在這個月才重開 院方在閉關期間 也積極嘗試線上演出 目前已經累積了全球六百多萬的收看 和下載的人次 也為未來的新型態 實體結合直播的表演模式 建立處形 今年三月十七號起 位在澳洲新南威爾斯的知名地標 雪梨歌劇院 因為新冠疫情 宣布取消所有公眾表演節目 從那一天起 第二大表演廳薩瑟蘭劇院 一千五百張座位 再也沒有觀眾入席 但舞台上卻跟往日一樣的忙碌 防疫閉關七個月以來 雪梨歌劇院 已經主辦了五十場閉門活動 表演者全部都是對著鏡頭演出 觀眾在家裡透過網路收看 這是院方一項名叫從我家到你家 數位節目系列的一部分 有現場直播的新表演 也有在這裡演出過的舊作品錄影 每個禮拜上演的新節目 橫跨音樂 舞蹈 歌劇 喜劇 跟歌舞秀等多種形式 三十一個禮拜下來 已經吸引全球超過六百萬觀眾 點閱或下載 格局院裡最近正在彩排一場澳洲迷幻爵士樂團 的演出 為紀念已故傳奇薩克斯風手 約翰科川 經典之作巨人的步伐 發行六十週年 要把四分多鐘的原曲 即興演出為四十分鐘版本 歌劇樂團過去就曾經在這裡表演過 但閉門數位模式還是第一次 面對空空的觀眾席 少了現場互動 熱絡回應 樂手必須調整適應 但他們也為網路世界無限的可能性 感到興奮 雪梨歌劇院已經在十一月二號重新開放 跟七個月前不同的是 現在院方有了紮實的數位資料庫 讓全球觀眾都能隨選重溫心儀的表演 未來雪梨歌劇院還將規劃更多現場 結合直播的演出 但不會普及到每一場 公知新聞是惠中編譯